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Ryder 非常感謝你們再次回到我的頻道 我們又回來方塊寶可夢的遊戲啦 那在上一集我們把超夢從分析裝置給釋放出來喔 那也真的不愧是超夢 跟其他從分析裝置出來的寶可夢都不一樣 剛誕生就直接是50集了 真的是費盡千辛萬苦再把他制服抓起來喔 然後我們後來也回到了熟悉的極具巢穴 把我們當初沒抓到的超級巨化呂岡龍 一起收服回來 雖然在那附近我們沒有遇到喜翠的索羅雅 但是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們會再次見面的 因為我還是想要把喜翠索羅雅客給收服啦 那我今天是有計畫的時候想要再去挖挖看 Mega進化石喔 看能不能挖到我們超夢用的 或者是其他寶可夢的Mega進化石也是可以啦 對沒有錯 那如果是你最喜歡Ryder玩這個模組的觀眾 想來看更多的話可以喜歡我的影片 點個喜歡 還沒訂閱的觀眾也可以按下訂閱 並且開小鈴鐺這部是Ryder更新影片的動態囉 那在出發之前呢 先來帶各位看一下喔 我們的分析裝置呢現在還在持續運作中 因為Ryder後來又有去挖一些化石喔 然後這裡面都是那種合成的化石寶可夢 但是化石鳥、化石龍啊 或是化石鳥跟化石海獸 對我們希望說把這些合成的化石寶可夢都給分析出來啊 好 那就放著給他分析 我們就來去準備準備 再來去挖Mega進化石啦 出來吧 鋼卡鴨 載我載我 我們去看看這附近的洞窟 看有沒有Mega進化石可以挖 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粉紅色的進化石區域 等一下我們來去這邊找找看 對那順便看一下 這附近會有什麼樣的寶可夢 這裡 居然有這個耶 加勒爾地區的呆呆獸家族 比較稀有的就是三手二龍這些的 好像還好 然後還有沒路坦 沒關係 我們就逛逛看吧 看一下這附近 前面看小地圖有一隻呆呆獸 在哪裡啊 該不會是在上面或是在下面吧 不管了不管了 我們是拿來挖進化石的 應該在這附近吧 這邊這邊這邊 找到了找到了 就是這裡我們要把他挖進去 因為通常Mega進化石都藏在裡面 來來來 把他挖掉把他挖掉 叮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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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 在這裡面 來看一下 有Mega進化石嗎 有一般的這種進化石啊 這些加減挖一下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覺醒石 然後還有這一個 這個就是Mega進化石 這個是誰的啊 喔 帶獸的 我們上次才有抓到帶獸 好喔 我們終於又有一個新的Mega進化了 不錯不錯 應該就沒了吧 看起來進化石就這樣而已 嗯 好 我們就先離開這邊 我們再去其他的點找找看 欸 前面也有前面也有 這邊這邊 他就要簽附在上面 看一下 這邊有Mega進化石嗎 小心點不要踩到岩漿 欸 有鑽石有鑽石 鑽石也挖一下 把鑽石挖走 喔耶 挖挖挖 有幾顆帶幾顆 然後這個在上面 我們直接疊上去好了 OK 看一下喔 有其他的Mega進化石嗎 有很多的進化石 喔這超多的欸 這邊 很豐富的進化石資源 但是沒看到其他寶可夢的Mega進化 好吧 算了 這個我們就多挖回去吧 通通挖掉 通通挖掉 前面看起來還蠻亮的 過去看一下 這邊會有什麼樣的寶可夢嗎 我最喜歡來到這種地方了 看起來很明亮 心情都很好 雖然是在洞窟裡面 我直接看這個好了 會剩成這個欸 龐岩怪 還有這個爆音怪 看到爆音怪我就有陰影 哈哈哈哈 然後還有 這什麼東西啊 有這個欸 有小允星欸 哇小允星好可愛喔 還有什麼 詛咒娃娃大嘴娃 OK 我們再往裡面看一下吧 因為有時候往前走個幾步 寶可夢可能就會變得不一樣 如果是這邊的話咧 我們走到這裡面來一點 看一下喔 喔 有這個欸 惡鬼碰欸 4.27%的機率 哇還有這個 基格爾德 OK 基格爾德機率超低 0.85 這裡感覺不錯喔 你看只是稍微往前一點 寶可夢就變得又不一樣 好喔 雖然我不知道遇不遇得到 因為目前看起來好像都沒有 呃 結果今天該不會都是這樣一直挖礦 一直挖礦吧 太痛苦啦 趕快啊 我要Mega進化石 超夢的最好 欸這邊有這邊有 這個是誰的 把這個挖下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 喔是妙蛙花的 哎呀 妙蛙花我也沒有欸 我們初代御三家 只有那個噴火龍 還有我們雲朵水見貴 哈哈哈哈 特殊造型的 挖不到就是挖不到 累死我了 喔那什麼 看那個翅膀的樣子 應該是那個被謬種的 那個叫什麼 烘明月 對對對 烘明月 哇塞 他這樣整個趴在地上 我遠遠看來看不太到欸 烘明月 他在睡覺嗎 感覺他好像在睡覺 整次趴著 哈哈哈哈 一大片欸 超大隻 喔他站起來他站起來了 果然是烘明月 好帥喔 我要抓他 天啊 喔他60等 哇好帥喔 直接丟仙基球 喔 來吧 紅明月 我雖然沒有挖到 超夢的Mega進化石 但是被謬種我也可以啦 哎呀 可惡 那現在使用龍之五 那我們就來一個蘑菇包子 喔喔他始終噴射我 撐住啊 斗利菇 可以可以斗利菇撐住了 加油加油 直接讓他睡 欸有了有了 他趴下來了 他還點到為止 敲他 喔可以喔 還算蠻痛的 再一下 先幫斗利菇補一下血 補個補個 他還沒站起來 還可以 那就再點一次 他只是一念頭錘 撐住啊 斗利菇 哎呀呀 算了沒關係 出來吧超夢 嚇嚇他嚇嚇他 讓他知道傳說的厲害 用高級球 來試試看 抓不抓得到呢 哎呀 差一點差一點 搖了三下了 沒關係 他使出龍之五 還可以 我們只要撐過第十個回合 就可以開始丟計時球了 計時球是我們最後的手段 哈哈哈哈 他指數噴射火焰 攻擊超夢 但是沒有用 抓羊 而且我丟他 他會有一個抖一下的動作 好可愛喔 收服啦 哎呀討厭 再不然再 啊超夢 啊不超夢 超夢只能被打倒了 出來吧火爆獸 換你換你 我先把斗利菇復活起來 哇好痛的火爆獸也倒了 哈哈哈哈 斗利菇 換你換你 先蘑菇包子 讓他碎 喔有有有他剛好龍之五 這樣我們蘑菇包子可以發揮作用 那點他一下 有了有了 剛好第十三回合了 直接可以丟計時球了吧 七十九從第十回合就會加倍了 所以應該OK 喔有了有了 我們順利抓到 轟明月 辛苦你的斗利菇 我們先回家吧 雖然我們沒有挖到超夢的 Mega進化石 沒關係啦 我們起碼也有挖到其他的 像是我們代獸的進化石 還有 胡蒂的 全部都把它切出來 OKOK 來吧 那不然我們代獸先領出來看一下 把Mega進化 我們好久沒有讓寶可夢Mega進化了 終於又有一隻 歐耶歐耶 來吧 我們來看一下 出來吧 代獸 給你Mega進化石 然後我們要把手環帶上去 這樣 來我們先試一下 Mega進化 喔有了 他的寶寶從育額帶裡面站出來了 變成二打一這樣 這是我們代獸母子 Mega進化之後 回來吧 不錯啦 再來就是我們的轟明月 先把它領出來 我們的化石應該好了吧 上來看一下 都好了都好了 三台都搞定 先把這三隻都抓起來 OK 我們第一個雷鳥海獸 他在樓上嗎 喔在上面在上面 我們的合成化石寶可夢 好可憐他流鼻涕這樣 好冷 現在把你說服了 你看這種一般出來都是等級1而已 跟超夢完全不一樣 超夢真的是嚇死人 再來第二隻 這一隻是雷鳥龍 唉唷在這邊 來吧雷鳥龍 我也要抓你 收服 然後再來第三隻 這一隻是什麼 鯇魚海獸 他也在樓上嗎 鯇魚海獸 來吧來吧 這一隻我真的覺得他合成的也很可憐 你看他的嘴巴 他嘴巴是朝上的 但是通常我們都是這樣看他 超可憐這一隻 沒關係 成為了寶可夢 我會好好的對待你的 跟鯇魚龍成為好朋友吧 耶 有的有的 那接下來 來看一下 我們剛才抓到的這一隻 出來吧 被沒有寶可夢 烘明月 超大耶 你看他的翅膀 你可以載我嗎 載我飛 不行 他不能飛 我可是他移動速度好快喔 他移動速度超快 等一下等一下 可是他飛不起來 好吧沒關係 可能模組還沒有幫你做會飛 那我先幫你改個名字 因為你現在是英文我幫你改成中文 欸有了有了 轟明月 我們的被沒有寶可夢之一 不錯不錯 轟明月 你先回來吧 雖然你不會飛有點可惜 哈哈哈哈 哎呀 那至於超夢的 他在霧靈當中遇到他 他進化之後 好像也是櫻花造型 我之後也可以把他練到進化 還不錯 今天的進度還算OK 蛤 就天黑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先告一段落啦 晚安晚安 睡覺囉 哇超夢出來了超夢出來了 他不是一等喔 他是五十等欸 OMG 沒關係沒關係 上把斗力哭 交給你交給你了 我們直接先丟個先機球 嘿 看抓不抓得到 先機球 大不了就等下換球嘛